蕭蕭 我怎麼覺得2018以後的 Covid完全不一樣了 2014年到2018年 大家覺得還是努力從攻 因為他非常的勤勉 每天早上七點半 怎麼到了2018年 他開始把他旁邊的人全部趕走了 趕走了以後 他滿腦袋裡面 都是錢 從今天這個買商辦 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來 也就是說你看他今天公佈的 買商辦的所謂的 4300萬 對 那個駕金履約保證專戶的 那個名系 你看他裡面大概公佈了 三筆這個所謂的從一銀 然後合庫和富邦的這個所謂的匯款 那我就覺得很好奇 你明明就是可以用匯的 對喔 對啊 你明明就是可以用銀行匯的 為什麼你現在在使用金錢的習慣 你還是需要每一筆一筆 這樣現金提領出來 而且剛剛講說每筆匯的 都是陳佩琦匯的 去談是陳佩琦談的 去談這個每一次每一筆 每一次處理的 全部都是陳佩琦處理的 所以同一個陳佩琦拿著兩張 一張唇 背一張提一張唇 一個是大筆的錢 我還是可以用匯款的 對啊 這個老實講 這個代表說他其實對於匯款 這件事情沒有毛病嘛 你說買房子這件事情 他就可以用匯的嘛 那我們其實都沒有跟你計較說 因為現在他公佈了 只有所謂的這個 這個相關的這個明細嘛 只有所謂的禁 就是禁嘛 資金禁的部分 但是出的那一端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是一間所謂的藝營的帳戶 合宿的帳戶 富邦的帳戶 但到底這是不是跟陳佩琦的帳戶 有直接的相關聯 然後以及說 也就這三個帳戶的名字到底是誰的 對 現在看起來他所謂的 他是用陳佩琦的名義去買 然後登記在柯文哲的名下嘛 但問題是這就讓大家覺得很吊詭啊 選舉補助款照理來講 台灣民眾黨應該是會進所謂的柯文哲的戶頭 對 那所以柯文哲的戶頭 再會進去這三個帳戶當中嗎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不知道前面這一端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知道說 後面你是用這三筆錢 會進去所謂的這個 4300萬買房子 對 他們的賣房那邊 板南捷運辦公室 對 所以這就讓大家覺得很吊詭嘛 而且今天陳佩琦還有一個說法是說 因為他這個憂鬱症發作 所以呢 他就決定 我就下定決心 我去開始看附近的這個商辦 因為我需要出去外面走一走 走一走讓我心情會比較好 然後我心情一好 我就買了一間商辦 然後說要給民眾黨這邊做使用 可是平常心講 你如果要讓民眾黨做使用 那你今天你比方說你做個公益信託也好 或者是你乾脆就捐出去嘛 對不對 因為今天畢竟 你老公現在還是民眾黨黨主席啊 那既然你這個東西本身就是要做為黨務使用的話 為什麼不做這樣子的一個處置 你到現在這個房子還是登記在你的名下嘛 你還是捨不得處理 而且在今天還有一個非常怪之所以 他說你說我有619 就像剛剛司聰講的 我有個大水庫 我這幾年來我今天提了 總共有1000多萬 可是不對啊 這跟你2018年不是講說 你不是入不復甦嗎 你入不復甦怎麼又多了200多萬了咧 這個老實講 這個有點像是木可假賬的一個 2.0的版啦 你知道他們現在看起來很多這個金流 比方說像之前講到170萬跟400多萬 這個金流 他們解釋不清楚他們就跟你弄一條大條的 就像當時他跟你講說 這個假賬其實不只有 所謂的尼曜跟時樂那兩筆啊 總共是1800萬這麼多啊 我們這麼多就讓你目不暇擠嘛 根本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去抓哪一條嘛 那所以今天我覺得我就抓到一條 蠻特別的就是 因為我2018年我就 我是天字第一號競選辦公室員工 你知道嗎 所以我非常清楚 2018年他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嗎 那時候柯文哲 當時他就是 抵押那個房子 用他的房子抵押2000萬 整數喔 而且我記得那個時候還是 我們跟柯文哲一起 去銀行 去辦這個抵押的這個業務 所以我們非常清楚知道說 他用那棟房子借了多少錢出來選舉 總共就是2000萬嘛 那他的選舉補助款 總共是1700多萬 因為他總共只拿58萬票 因為一開始 當然我們那時候 原先設想可能有60萬票以上 所以可以正好 就是可以 掩護住他這個所謂的貸款 過來的這個虧損嘛 但從所謂的選舉補助款1700萬 再扣掉所謂的這個 他貸款出來的這大概2000萬 所以一般來說 應該是倒虧了將近270萬左右 那你如果說把那個所謂的 一開始的那個選舉要交的 那個保證金再算進去 那柯文哲那時候說法是說 他倒賠60萬 但其實平常心講 保證金你沒辦法直接算代收入 那不是額外的收入 那是本來就從你裡面支出出來 那回歸到你本來的那個戶頭裡面 所以應該照理來講 是倒虧大概270萬元左右 可是今天陳佩琪跟你說的是 他選舉補助款1700多萬 扣掉當時抵押房貸的錢 他是直接這樣講 就是直接選舉補助款扣掉房貸 總共結餘230萬元 剛好顛倒過來 顛倒過來 原本是倒虧大概270萬 現在是倒賺230萬 所以總共將近500多萬的 這又是一個500多萬的差距 而且剛剛講到 這幾次 柯文哲自己講 選舉補助不夠抵房貸 對 這個就是因為我們都非常清楚 他當時真的就是借2000萬整數 而且這個東西當時還在監察院的這個相關的這個申報當中有出現 2019年的5月9號監察院當時的申報 柯文哲的存款有2446萬元 有價證券308萬元 以及2000萬元的債務 什麼是2000萬元債務 就是那個房貸嘛 所以房貸就是2000萬整啊 那我就不懂這個數學 我其實怎麼減都覺得很奇怪 今天陳佩琦在講的時候 我看到這一條 我就覺得跟我當時認知到的好像有點落差嘛 當時明明就是入不敷出嘛 怎麼現在突然又多了這筆捷運款230萬 那所以這又是來回又是一個500萬的差距 所以我真的是奉勸啦 下一次如果要開記者會 先來問我們這些以前的幕僚 先把這個金流先兜清楚 你知道不要今天又自己製造了另外一個麻煩 明天又要再回應一次 這個到底500萬的差距是怎麼來的 現在聽到的消息吧 現在沈慶晶以及柯文哲兩個都不招 兩個都不招完全符合囚徒理論裡面的最大利益 就是兩個都不招 兩個都不招會讓他兩個的罪行減到罪輕 可是說這個理論 原來柯文哲現在流傳 柯文哲早就已經談過了 就這個畫面 而且這個影片就是你拍的 對 我們也不知道說他5年前就精準預言了今天的命運 今天就是他陷進了一個囚徒理論的一個困性 他談過囚徒理論 對 而且是兩個都不可以招 對 現在看起來他就是在執行 他裡面講到所謂的強大的溝通力 什麼叫強大的溝通力 就是當時這個裁定書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他早就已經跟沈慶晶在那邊進進出出了 就是進出跟沈慶晶會面好幾次的過程當中 我認為在檢調約談之前 他們早就已經達成這樣的共識了 因為為什麼對沈慶晶來講不招 當然對他未來這個所謂的精華廣場的開發案 絕對是有利的 因為精華廣場開發案現在已經執行到一半了 只在一年半就蓋好了 你如果現在招 你如果認罪的話 哇 現在台北市議員磨刀禍禍 準備開始要想盡辦法要現在要他停工 準備要開始看要怎麼樣處理後續 包含像這個多餘的這個容積率 要怎麼買回 他就要吐回去 他就要吐回去了嘛 所以對沈慶晶來講 這個部分當然不能招啊 那對柯文哲來講 他就是知道沈慶晶不會招 所以他也不會招 那他們現在就是在賭嘛 跟你賭說減掉 因為現在柯文哲就是在賭這兩個月的時間 對 因為他現在看起來他不提抗告 就是兩個月 那最多延壓在兩個月 他就是在跟你賭 這段時間你減掉 絕對查不出來我的金流 他這麼有把握 到今天為止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所有的 就是我們現在台面上看到這些東西 都是減掉要偵辦的方向嘛 他還沒有一個確切的 所謂一刀斃命的證據說 所以說柯文哲現在在跟檢調在賭 他就是在賭 而且在整個審慶晶進去之前 人都已經進去了 居然發了一個公開聲明說 這個他絕對不送會 而且柯文哲也是一個不收會的人 那柯文哲更妙 他今天不是檢調衝到他家裡面嗎 已經叫他上車不上車 而且我一定要交代清楚 說我絕對沒有收會 這就是兩個人最後的確認隔空串供 對 這就是在執行強大的溝通力 而且你知道這個強大的溝通力 一直延續到他們那個小草集會上面 也是一樣嘛 你看小草集會 他們整個集會上面播的那個影片 就是根本就是威京集團的宣傳片嘛 在告訴你說 金華廣場卡了30年 是我柯文哲一手把他 就是把他解決這個過去的 這什麼歷史工業 所以根本就是在從那個時間點 他們還是在找隊友嘛 找什麼隊友 找威京集團當他的隊友 我們絕對不能招在這兩個月 的期間之內 我們只要能夠撐過去 那當然投過生就過嘛 因為現在看起來他就是賭這兩個月 你找不到金流 這是柯文哲的個性嗎 他有這種賭徒的個性嗎 而且是有一博的個性嗎 是 因為現在他已經一無所有了 他現在已經被壓起來 他已經穿上那個黃山山了 所以他現在根本就只能 我自己認為說他現在就是在 做所謂的政治操作 他所有的動作都是政治目的 都有他的政治目的 因為只要這兩個月 如果假設沒有找到任何金流 最後檢方甚至只能用所謂的 圖利罪去起訴他的情況之下 這時候民眾黨就可以反手為攻了嘛 因為他們到現在為止 不斷在外面新訴一個風向叫做 圖利罪 就是在羅茲 是柯文哲入罪的這樣子一個罪名嘛 所以變成是說只要檢調 沒有找到金流 因為現在看起來柯文哲是很有把握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那麼有把握 但是呢 只要他沒有辦法 檢調在這兩個月時間之內 沒有辦法勾勒出一個 很明確的一個證據 那當然對柯文哲來講 這就是一個他轉手為攻的一個關鍵 那你說柯文哲很喜歡這種奇門八怪 照一講你是台大醫生 你是等於說學這個正統醫學的 可是他學對這個奇門遁甲 這種所謂奇奇怪怪的東西 他非常有興趣 柯文哲我常笑說 他有的時候他說他看很多書 但我笑說他其實花比較多時間 在看YouTube啦 YouTube影片嘛 YouTube影片常常都會有一些什麼 AI配音的那種什麼敗觀野史 他最喜歡讀那些東西你知道嗎 所以那些東西我不知道那些東西到底 所以很多時候你看他對外講的一些理論也好 對外講的一些什麼歷史的典故也好 其實都是錯字的 為什麼他都喜歡看這種片面的這種短影音啊 他其實就跟大家一樣很喜歡滑手機啦 那滑東西就是這種看起來很有知識性的內容 但實際上都是那種很片面很斷 很碎片化的這種內容 好 武總剛才講到的 現在這個柯文哲真的欸 對 沈慶晶 現在喘吹喬喬喬 沈慶晶跟柯文哲兩個都不招 甚至柯文哲咬定了 那個1500就是下午3點只是他改時間了 好 不過我要補充一下 他這個求徒理論啊 他不是奇門八卦啦 這個Game Theory啊 我剛剛跟慧晨也聊了一下 這個發明人啊 是非常年輕的一個就是哈佛的學生 他後來得了諾貝爾獎 他這個得了諾貝爾的數學獎我記得 非常了不起的一個科學家 他改變了整個二次大戰的一個 整個談判的一個整個基本邏輯 美國的整個政治的整個大型談判的 大國與大國之間的關係 就是被這個Game Theory完全改變掉 非常重要的一個理論啊 在數學上而言 那第二點來講的話呢 不錯 我認為柯文哲絕對打死不會招 他不會招 他絕對不會的 因為他認罪的結果他就完了嘛 而且柯文哲從市長第一任 第二任到選總統 這三個過程當中 他的人格特質有非常明顯的一個變化 我今天我有仔細觀察 因為我跟他很熟很熟嘛 那到最後這個階段 他已經變成皇帝了 因為他給了八席 他認為他可以主導台灣的進步 對 所以他認為他是愛台灣的 他老婆講的是對的 柯文哲吃也吃不好 穿也穿不好 住也住不好 他搞那麼多錢幹什麼 他真的是愛台灣的 他認為他能救台灣 他活在 那你搞那麼多錢幹什麼 他救台灣 救台灣 他認為他能夠領導台灣 他生活在自己一個 非常狹小的一個環境當中 所以其實柯文哲不怕坐牢 因為他本來就跟人家不 他的生活領域是非常狹小 他跟別人不溝通的嘛 所以現在他關在裡面 其實那個環境對他不是一個 不是陌生的環境 他是很習慣 他不會像別人那麼痛苦 那一般人去坐牢 因為你有社交關係 柯文哲不要社交關係 他不要社交關係 他後面他真的已經變成雍正了 你知道嗎 那至於說另外一面來看的話 我們要談到小審 小審會不會招 小審原則上也不會招 但是在面臨到一個 非常痛苦的一個抉擇 什麼痛苦抉擇 什麼抉擇 他這個東西 小審面臨到兩億的款項 不翼而非的這個結果 這個兩億的款項 我常講 我講過 我這幾天一直講個概念 因為別人對小審不熟 我很熟 他不是一個有錢的人 然後去賄賂 一般賄賂的人 一般的貪官 會跟有錢的財團合作 所以財團有很多方面 可以給他錢 給他好處 錢金安 後借等等 但小審沒有 小審每一筆錢要賄賂的錢 都必須要從公司掏空 從公司搬錢出來 所以其實蘇惠講得對的 他有一個錢金的東西 其實可以去查 因為我不相信柯文哲 沒有收到錢金 就一直等到拿到建造再付款 這個不可能 柯文哲這個人務實的不得了 他不相信人的 所以小審一定有一個錢金 所以錢金的部分 很可能就是現金的部分 很可能今天減年去 衝那個保管箱的東西 那個就是兩三千萬 就是一個錢金 你看 鄭文燦 搞了一個一百億的利益 五百萬 五百萬錢金而已 那個是一個 等於大家一個默契的感覺 交朋友 對 交朋友 所以 可是後面那個兩億 是叫做重大金融犯罪 那個我認為 簡單一點我幫他算了一下 他如果不認這個 他不能夠從這個案子裡面 脫身出來 得到檢方的豁免的話 他就單獨去扛下來 他去公司羅用了兩億的 款項的問題 這個錢去哪裡了 他個人吞掉了嘛 對 個人吞掉 坐牢做十年 可是他如果把 這樣就是他的選項 他如果去咬柯文哲的話 一天都不要坐牢 零 他通通都可以解套 但當然他的才 所以他的利益跟柯文哲 是不一致的 不一致 完全不一致 不是那個求主理論 不是柯文哲的算盤 兩個都不知道都沒事 不是的 是柯文哲你一定有事 因為你這個整個東西 你跑不掉的 沒有那麼大力量了 因為還有其他案子 對 五大案 北施科今天又動了 北施科還要啟動 非常多案子都啟動 那人在倒霉的時候 就骨牌理論 不是什麼game theory 那是骨牌理論 一個一個骨牌了 一個一個骨牌倒下來 所以小省我認為 最後一定會招 因為他一定要談判 談出一個好條件 大家要拗嘛 拗到檢方真的查不出東西來的時候 檢方會給他一個非常好的條件 讓小省脫身 所以那個時候 他就必須要面對天人交戰了 他沒有天人交戰問題 小省從年輕開始 就出賣朋友有什麼關係 他有習慣的 真的假的 那個沒有關係 小省沒有問題 小省很習慣這種東西 好 蘇貝 剛才講的 現在這個東西 你說你其實有一個悲觀的事 因為你說在整個威禁集團裡面 有很多台灣公司 現在查金流才是最後的對決關鍵 我一直覺得金流是非常難處理的 因為金流你一定要進到 不管是銀行體系 又或者是加密貨幣 你一定要進到那個系統裡面 才有流嘛 那你才有機可循 可是我們就說了嘛 最傳統的行費跟收費方法 就是直接給你cash 你只要cash還沒有存進去某一個地方 其實就很難抓嘛 我就說嘛 今天這兩個保險箱到底是 陳佩琪主動交代的 還是這個檢察官經過氣而不水 終於發現兩個 你想想看 從陳佩琪上個禮拜到廉政署去 看起來不是他交代 如果看起來他交代 早就去取出來了 經過到現在這麼多天 才找到兩個保險箱 茫茫的銀行裡面 有那麼多銀行 有那麼多保險箱 陳佩琪的名字 柯文哲的名字 他們家親戚的名字 或是Anyway 誰的名字 或是我是沈應鏡 我叫一個第三人去開一個名字 然後把鑰匙給他 你根本就找不到 再加上我們之前說的 如果直接給你一箱又一箱的現金 放在某一個房子裡面 你也找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找哪一個 金流專家來辦 因為他可能就在 這個城市的某一個角落 就像大家一直在找 日本當年的那些黃金 到底在哪裡 是到現在都沒找到一樣 只有當事人知道 所以我覺得金流是難找 第二個我覺得 民眾黨最近的這個新聞 跟媒體操作相當成功 尤其是陳佩琪今天的專訪 坦白說我看了以後 我都要相信了 然後我都會覺得 他好辛苦好可憐 他其實花了非常大的篇幅 不是在講自己家裡的錢 而是在講他公公的身體 他小孩子的可憐等等的 其實對善良的台灣人來說 其實是會打動的 所以這加上就他們最近 一直拉著國民黨在打 這個司法的問題 泄密的問題 那當然北檢自己也是不自愛 一直要去跟特定媒體 這樣放放放 所以讓他們找到突破點 那我剛剛廣告時間 我就在跟雨萱說 所以為什麼要積壓呢 人在裡面 其他人都可以全黨在那邊 開始在那邊排演這些 還要去烤肉 對 然後那如果人出來的話 那不是就大家更是一場又一場的 這個戲跟媒體的操作嗎 所以我覺得最近 這個大家對北檢 開始有一些質疑的聲音了 確實會讓北檢很辛苦 我今天就有點感同身受 因為現在民眾黨 也在全黨打我一個 我就說哇 辦那個柯文哲的壓力好大 辦一個政黨的黨主席 全黨護益人 大家想想看下一個會期 法務部還要面臨 他們現在民眾黨開記者會 我要看你這個預算 我要看你這個預算 你要這樣給我那樣 所以我覺得 如果北檢再不加把勁的話 可能圖利罪那一方面 可能要加緊他的速度 所以大家看到最近 北檢在加速的約談 屬於公務機關這邊的人證 我今天早上去地檢署 因為中共告我嘛 所以我去地檢署 去釐清這個案情的時候 剛好我走的時候 林周明前都發局長迎面而來 那我就跟他講說 他還路人甲 然後他也跟我打招呼 我覺得不管是林周明也好 林清榮也好 過去的卸任的 跟現在的現任的 都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他們不斷不斷的在阻止柯文哲市長 不斷不斷在當煞車皮 也就是金華城的容積率不能超過560 那這些公務人員可以證明 柯文哲是明知不可以 對 可是他還是幹了 560 672 一路到860 840 我們的思維可能要先想一下 我們一直在追這個後瀉 這幾年的金流 但鄭文燦的案例是什麼 是錢金 尤其是你要行賄越大的官員 你越要付一筆錢金 你沒有錢金他為什麼要幫你呢 你把我看得太細寒了吧 我還要幫你辦完以後才有 於是我跟剛剛小牛一樣 去比對2018年 2019年柯文哲的財產申報 選舉補助款還有選舉政治現金帳戶 我發現大概有上千萬的 這個財產是兜不攏的 我舉例來說 柯文哲他當年 他2018年的時候 他的財產申報裡面還有債務 2000萬 三筆分成500 500 1000 跟第一銀行界的 但是在第二年的申報 2019年的申報的時候 這筆錢已經不見了 109年的申報這筆錢已經不見了 他當時的解釋是說 我用1700多萬的選票補助款 加上我自己自身的存款 200多萬 湊成2000萬去還 但是今天陳佩琪的話 不是這樣說的 我多了200多萬 不是 今天陳佩琪說 我的選票補助款 只剩下200多萬 我花了1500多萬在選舉 所以選票補助款只剩下200多萬 根本沒有所謂還有1700萬 可以去還房貸 大家有聽懂了嗎 所以他的選票補助款 不是剩1700萬 根據陳佩琪今天最新說法 2018年他的選票補助款 只剩下200多萬 那請問一下 再加上他本身的300萬 確實是由他的現金存款有減少 那查爾的1500萬 他是去哪裡拿來的 怎麼填的 怎麼填的 好啦 再加上那一年 2018年他台北市長的政治現金帳戶的結餘 是付1100萬 請問一下 你募的款不夠你去選舉 你的1100萬是從哪裡拿出來的 大家都只看到帳面說 喔 付1100萬 好啦 這不是只是帳面數字 你是要拿口袋的錢出來付的 你不是寫一個付1000多萬就好了 就像我們現在木可 你說你剩6000萬 你銀行倉庫也要有6000萬 你當年付1100萬 你也要拿1100萬出來付 所以大家知道了 他當年 他那兩年之間 第一個要還掉房貸2000萬 要付掉選舉的透支款 1100萬 可是他的選票補助款只有1700萬 那請問一下 查爾的1000多萬 是從哪裡來的 你也沒有這樣設 我都跟他呼嚨過去了耶 他的財產沒有減少喔 因為一般人在查這個 金流的時候就會用現有的帳戶去查 但是因為柯市長是政治人物 他還有政治現金的帳戶 然後他還有貸款這樣來來去去 還有一筆選票補助款 就像他這次買房子一樣 他的帳戶太多了 他現在更多了 還有基金會 協會 然後政黨 所以光是2018年 2019年 我現在就是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算數 我再算一次給大家聽 他那一年的收入就是 1700萬 的選票補助款 1740萬 精準的數目值 可是他那一年要還什麼呢 他還掉了2000萬的房貸 然後他選舉又透支了1100萬 這些都是他要拿出來的 可是他的總財產只減少了300萬 也就是說300加1700 這2000萬確實是他自有的 那請問一下 那3100萬 2000萬是他自有的 1100萬哪裡來的 1100萬哪裡來的 是誰幫他付了他那個選舉的透支 這筆選舉的透支要有人付的 誰付的 我們以為他是拿選票補助款來付的 按照陳佩琦的說法是喔 他說扣掉選舉的花費 他還剩200多萬 所以2018年的 這個所謂的選舉補助在裡面 是付 是結算的時候付 可是他可能陸陸續續有再花一點 所以根據陳佩琦的說法是 當年的1700萬 付1100萬 他只剩下200多萬了 那200多萬 他去哪裡生出2000萬 去還掉他們前一年借的貸款呢 陳佩琦今天解釋了很多 講了很多 乍天之價 有啊你都把張車拿出來啦 你都把存車拿出來啦 你都已經公開透明啦 你都看 可是 整個對下來 完全 牛頭不對 麻醉 好寶姐我問你 為什麼是今天才要公布 為什麼 那他明明 他連這個商辦的這個 這個小款的名氣都給你看 然後他從2016年到2024年的所有賬目 他都給你看了 為什麼是今天才要公布 為什麼 他可以很早就公布嘛 因為今天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也就是說今天早上的時候 你看媒體不是爆出來說 簡聯去一營查扣了 注意聽喔 一個神秘的這個保管箱 一個喔 他說的是一個喔 然後裡面也沒有收到錢 都沒有 就下午出來之後 你看陳佩琦說什麼 他說有兩個 他分別50萬 然後兩個保險箱是我的 然後裡面除了金市之外 還有各50萬的現金 預市跟金市 今天下午我們早上知道的是一個 一個 他說的是兩個 他還多說了 對他說兩個 我都覺得奇怪 明明早上我們都知道說只有一個 然後錢多少也沒有人知道 他現在說兩個 各50萬 都是50萬 然後裡面還有現金 還有金市還有預市等等 你講這個要幹什麼 你講這個要幹什麼 你講這個人家說一個 你說兩個 你說得更清楚 那為什麼要這個 所以我們今天都被他帶去了 帶去哪裡 我們家那個619萬 這分10年 10年一年100萬 一年一個月一兩次也不為過了 而且我就是拿了兩張 大家把焦點放在這裡 或者焦點放在那個4200萬 你說那個根本不是今天陳佩琦 要出來開記者會的關鍵 陳佩琦今天要開記者會 一個最大的關鍵就是 他要講清楚 這個保險箱 對 到底怎麼回去 對 為什麼 因為現在已經檢調摸到 他們真正的金庫所在 就在保險箱嘛 為什麼之前都找不到金庫 因為顯然保險箱裡面的東西 是相當重要 他才有另外存放嘛 那現在保險箱 現在的這個檢調是說 他要繼續清查他們周邊 所有親友的保險箱嘛 所以他這樣 那已經被查了 那當然要先講嘛 所以他現在就直接跟你講 我們 我再說一次 早上是說一個 他現在說是兩個 所以你不覺得這就很怪異嗎 而且後來傳說說 當中有100萬 他沒有 不是100萬 是兩個50萬 對 那他就說 是因為我的先生是市長的時候 我這個工作不穩定 然後遇到所謂的不時之虛 然後他說什麼 檢連帶有去開保險箱 特別交代我不可以跟人家說 然後去登上媒體的這個版面 那他一直在講 顯然他非常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他這樣講的話 是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要打個puss 給什麼人知道 所以我們外行人看熱鬧 外行人在乎的是說 你都把帳簿拿出來了 你都把存者拿出來了 你都把金流交代出來了 結果那個東西是這樣研發 對 這才是重點 因為這才是最新發生的事情 最新發生的事情裡面來說 有人不知道 所以我要趕快把它講出來的一個狀況 那就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就講 這可能是一個 我們接下來可以尋的線索 就是顯然保險箱裡面來說 是不是找到了什麼 然後他們非常的驚訝的時候 那趕快要打這個puss的這個狀況 而且市長你為什麼這樣判斷 是因為 你看了陳媒體所有的講話裡面 你說好像我今天非常坦白 我們今天家裡面就是總共有五大金流 五大金流裡面總共是1628 1628裡面那619 根本不是什麼不明財產 那我都已經跟檢察官講了 檢察官都不相信了 可是你說仔細去爬梳 你說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這1628跟那619 根本是兩回事 對 第一個他要這個可能要打puss給不知道 說有這個保險箱被查到的人說之外 第二件事是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檢調是步步進逼 現在不是有傳言說可能不排除要傳喚他們的資料 可能涉嫌到洗錢罪 那怎麼辦呢 這是他們最後的心防 如果我覺得父母心都是這個樣子 不希望兒子女兒被捲入這件事 那假設真的這樣發生下去怎麼辦 所以他就要設一個斷點 就是說他今天出來說明了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這個錢都是晶晶百百的錢對不對 我這個有1628萬的這個五大筆的這個金流 你說有619萬的我在一試洗錢 我說沒有 因為我有1628萬 你看1628萬是分幾個部分 包括說他媽媽的錢 然後這個陳佩琪的工作的錢 柯文哲的錢還有他的結餘 還有醫生的時候的這個柯文哲醫生的錢 然後另外還有包括說他的演講費等等一大堆 加起來算是1628萬 你說我619萬很正常吧 我這個 我都有1600多萬了 你給我計較那1619萬 我不是財產來源不明 可是問題是寶傑 這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檢調所有的財產來源不明來說的話 一定就是他已經扣掉了你這些儀式 是你正常的所得 你可以繳你有這個所謂薪資的證明 然後你通告也有這個證明單 然後你要上什麼 書也有版權的費用 什麼都有 所以這一定就是 檢調一定都是把這些扣掉 不是用說你有這個收入進來 他就是不明了這個財產 不是嘛 所以顯然檢調說的是 另外別的錢不是這些錢 但他現在就跟你說 反正我有1628萬 這個619萬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他還說第二件是什麼 他說媒體說什麼 我60次 那60次來說的話 這個去存了這個錢 那這樣子啊 好像在洗錢 他說沒有啊 我6年60次 一年10次 這個很奇怪吧 然後他跟你這樣講喔 他就說你時間你給我說清楚 問題是寶傑 他這就是開始在呼嚨其次 為什麼 因為我目前得到訊息 是兩個時間點 是2020年的3月 他有20次 另外是2023年的9月以後開始 他有40次 是這兩個60次 他現在跟你說6年60次 有什麼好奇怪 把你拆開來啊 所以他現在跟你呼嚨 跟你打模糊仗 6年60次 1年10次 又很奇怪嗎 所以他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這是2020年 那幾個月裡面是20次 這2023年 那幾個月裡面是40次 那他現在跟你說 6年60次有什麼好奇怪 就用這樣來跟你講 所以來說他今天這樣講法 而且你知道寶傑 他現在公佈很多證明嘛對不對 他今天有公佈一個 包括說像 他們買商辦的這個證明書 都給你 這個跟你講說 我們這個 絕對沒有這個財產來源不明的 這個狀況 用這樣子 用一個 我跟你講 這個吳董不是說過嗎 你公佈資料的時候 要有幾分真幾分假 對 用這個真的商辦 來掩蓋我這些所謂 其他贓戶的糊弄的地方 反正你看 我商辦買的是真啊 但其他這些東西 其實 因為為什麼 因為商辦現在很可以確定 這些真的是從他們的這個 目前為止的金流 是從他們競選賬戶 就這很正常 所以他公佈不分真 那我這些假的東西 你有沒有懷疑我是假的嗎 不是我覺得這一張最妙 這個是我的薪資轉帳戶 薪資轉帳 我說我這幾年 我也存了很多錢 有五百多萬 五百多萬 裡面剛剛講的 這個錢我都把它提出來 沒有喔 你自己弄出來是 你每個月剛剛講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是三月 幾月什麼 你就是提三萬 三萬 你不是全部提出來 對啊 事實上這整個金流來說 你知道目前為止 很多疑點 保證你是說 完全說不清楚的 另外的是什麼 保證他今天 如果他們今天講的 他們說現在保險箱 是柯文哲 開始當市長的時候 開始弄了兩個保險箱 那這兩個保險箱 那這兩個保險箱 我就講嘛 我們去查他 這個去年總統競選的時候 他也沒有申報過 什麼保險箱 也沒有申報過 裡面的這個現金 因為他說是用現金 各五十萬 現金一百萬 你也沒有申報過啊 然後你說裡面 有一些金釋跟玉釋 你從來沒申報過啊 所以你看 你看好啦 你頂多說我這個財產 來源不明嘛 你說我沒有申報 確實嘛 他現在就用這種方式開始 反正他就是找那種 這個幾分真幾分假的訊息 告訴你 那完全讓你 好以死在打迷糊仗 反正我們現在都已經 被他搞得非常的混亂 對 你也不知道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我都不知道了 但是真正的訊息是什麼 A這個所謂保險箱 被人家破了是真 那有兩個 那請你記住 這兩個個別都是五十萬五十萬 是我的 然後裡面有金釋 那裡面有相關的玉釋 這都是我的一個狀況 而且你講說 陳秘基裡面常常講的 他有些東西會藏在一些小地方 這個小地方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想說 我還有一些小帳戶的體力 對 代表你的帳戶到底有多少 對沒錯 他就說因為主席現在沒有辦法寫 那麼多的委託書 那我一時也沒辦法進去 那邊去也沒有空 那我像這個金額 也不是只有看到了這個樣子 所以可能也不是只有 目前我們看的這個樣子 還有後話 所以你看他就是 他留個尾巴 對 剛才講的我現在都已經公布了 可是公布了以後 他又留了一個尾巴 他就說 我們還要有一些小帳戶的提領 那因為主席沒有寫 那麼多的委託書嗎 我一時也不能記得很清楚 也沒有空 如果是小帳戶 你有什麼好提的 對 小帳戶就錢很少啊 小帳戶錢很少 就根本不值得一提啊 那如果不值一提 你該不要講 這句話很重要 所以這個金額 不至於到只有這個樣子 對啊 所以你看 顯然不是只有他講的那些嘛 他讓你知道1628萬是 我目前為止 可以正正當當 說明清楚的這些經驗 至於 不至於到只有這些樣子的 其他的東西呢 我沒辦法說清楚嘛 所以我還跟你說 他其實裡面講了很多 你都覺得 隱隱中間有一些毛 有一些所謂語病 或是有一些隱含的訊息 在這裡面 那他到底為什麼 今天要開這個記者會 當然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因為目前為止 人家已經公到你的最後的防線了 我就跟大家講 最後的防線是什麼 對陳佩琪或是對柯文哲來講 保管箱這麼重要的東西 都已經被知道的時候 顯然你們的一舉一動 可能老早就被人掌握中 那如果只有保管箱嗎 還是有其他更重要的東西 可能檢調都已經知道了 所以他們現在可能真的要做 相關的防衛的這個狀況了 好 所以武統 我們外行人開熱鬥 內行人開門到底 今天開這個東西 陳佩琪洋洋沙沙 講了一堆的東西 講了一堆的東西是 沒有錯 4300萬做了一個交代 619沒有啊 這個619是六年裡面 我每一年這樣子分開 不會很奇怪啊 然後細節就不講了 因為旁邊有人跟他打pass 打pass以後 619就停住了 停住了以後 就不斷地交代說 我這中間有個大水庫 中間有1600多萬 各619萬 根本不足為奇 跟你說那都是障言法 都是障言法 你說這才是關鍵 你說今天他特別講到了這50萬 這50萬根本不需要仔細提的 可是他卻具細迷意地提出來 你說這部分是要跟柯文哲 空中篡共 當然是嘛 這個非常明顯的這個問題 他是利用今天上午 這個媒體登上版面 他下面一句話嘛 他說簡田特別交代 不可以跟人家講 但是結果會登上媒體版面 表示什麼意思 因為你們去偵查公開了 你先講了 你們先講 所以我也後講 我也不怕你了嘛 因為你們先洩漏這個情資出來 然後核心是什麼 他告訴大家說 金額只有50萬 然後有些預計 這裡面呢 我剛剛講有個查扣清單 他並沒有把查扣清單拿給大家看 他拿給大家看就知道嘛 大概也扣了什麼東西 那扣這裡面就有 他一樣公開講完之後 他的律師在濾見的時候 就可以告訴他了 律師就沒有參考問題了 因為這是公開資料 我告訴你裡面只剩50萬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只有柯P知道什麼意思 因為我講很簡單 絕對不可能這個保管箱 只放50萬 任何的貪官要藏錢 那個保管箱藏的錢 都以千萬為單位 阿扁以前藏多少錢 13億 最高13億 最高13億耶 所以保管箱藏的錢 一定是超過一個相當的 不會是50萬這個金額 所以我們假設好了 柯P被收押境界的時候 柯P的認知裡面 保管箱可能是 裡面是1000萬 他中間就提掉了 因為今天已經過了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兩個禮拜了吧 所以陳佩琪利用這個機會 故意去談這個事情 把剩50萬這個訊息 50萬 剩50萬 剩50萬 他們如果要騙你 因為檢察官會呼嚨他 對 我把你破了 你有沒有戶頭1000萬 怎麼樣 你現在自己講多少錢 柯P可能就自己講出來多少錢 他現在先幫柯P打補針 所以他這一派就是 柯P講了一個不是50萬的數字 當然不是50萬 怎麼可能 因為柯P不知道 柯P被收押境界 他得不到訊息 而且綠件的時候 你聽我講 綠件的時候 我告訴你照樣監聽 對 綠件他還監聽 所以律師也不敢亂講 所以他是公開串供 這才是今天的目的 公開串供是今天 那主要講什麼 就是要告訴他 裡面剩50萬 那為什麼要裡面剩50萬 很簡單很奇怪 有沒有一個正常的家庭裡面 在保管家裡面剩50萬 沒有這種人 只有一種黑道 黑道 被通緝跑路的時候 快點去銀行 對不起 問題銀行提也划不來 監控到時候提不到 可是就像我們在看 那個電影Jason Bowen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神病的保管槍 裡面什麼 有槍 有錢 有護照 對啊 就是說 就是這種 不可能分在兩個地方 存50萬幹什麼呢 所以那個是什麼錢 那個是 你移動的金錢 剩下50萬 我的大膽判斷 他主要要告訴柯P這個訊號 然後裡面還告訴你 他其他都沒講 有表示 我後來在沉澱了一下 想了一下 表示他告訴柯P 還有東西沒有被找到 不用怕 所以他告訴他 就這個樣子 他有重要的東西 可能我只有被他抄到 只有抄到50萬 跟金銀財寶這樣子而已 其他沒有 換言之講 如果有人 如果有其他的電子 電子的一些 電子的一些都 冷錢包 冷錢包的話 沒有被收到 所以這個是 擺明的公開創供告訴柯P訊息 才是他今天主要目的 然後演了一大出 講了一大堆廢話 為什麼我講這個廢話 因為他講這些金錢的事情 一點意義都沒有 為什麼 他所有的存責 所有的財務 通通被檢方查扣了 對耶 我跟你談這個幹什麼呢 對檢方要放更快 檢方的消息是最快的 檢方全部把他 所有他們家的相關的帳號 因為那個很簡單 我當過台開的董事 台開以前是銀行 我是銀行的董事 銀行你知道查扣 查扣你的資產多簡單嗎 多簡單 我們有個聯盟中心 你的戶頭 全國總歸戶 柯文哲三個字打進去 所有的帳號通通出來 對 一秒鐘就幫你查扣了 電子查扣 我跟你講不要用電話 電子查扣 我現在的檢方 輸入你的身份證字號 輸入就好了 只要台北地點署 發個訊號出去 就全部查扣 所以他早就被查扣了 只要是柯文哲 跟他小孩跟他的 通通都扣完了 所以那個金額 他有講跟沒講 道理相同 為什麼要講那麼多 講的目的就是掩護 利用今天媒體 跟他今天被檢年搜 搜索保管箱的故事 而釋放出來 一個重要的訊息給柯P 然後問題是 今天早上媒體 講一句話很重要的 還有他親友的保管箱 也被搜索 對 所以這次檢年的行動 是有備而來 而且有其他的行之 做後盾 所以不是一個很簡單的行為 然後他為什麼那麼緊張 就是因為他知道 這個事情非同小可 好 雨萱 我已經看了以後 想說對啊 他出來啦 面對啦 解釋啦 還不行嗎 我聽你名字還是謊人大悟 根本 等於說 他今天是在演示什麼東西嗎 保留哥 不是啦 陳佩奇這跟北韓一模一樣的戰術嘛 你知道北韓喔 對南韓的時候 打不過他怎麼辦你知道嗎 大便氣球 直接大便氣球飄到那邊去 你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當你跟這個大便討論的時候 我跟你講啊 你就已經進入他模糊的焦點 這跟他當時去解釋說 柯文哲到底為什麼在洗澡啊 在大便啊 然後沒有開檢掉的門啊 絕對沒有抗拒 一模一樣的道理 請問一下是不是實話 沒有 通通都是謊話 陳佩奇今天有被問到啊 問到說柯文哲洗澡的事情啊 問到說你為什麼知道啊 他有沒有講清楚 沒有 沒有喔 他完全說不清楚 說我忘了啦 我只是說我當時看到的狀況 我也不知道 我就只有把我看到的說出來而已啊 對 換言之 他對於自己我們講的 說謊穿棒的地方完全不解釋 但我跟各位講 今天真正的重點在哪裡 兩件事情 現在檢調正在偵辦的 請問一下是那4300萬嗎 不是欸 檢調正在偵辦是什麼 一個USB 一個是什麼 你為什麼存了619萬 在這兩個時間點裡面 非常詭異嘛 那我就問一下 陳佩奇今天講了一大堆 為什麼我說都是大便 他有沒有解釋619萬存到哪裡 沒有 沒有 他沒解釋 他也沒有解釋說何時存 也沒有解釋說存到哪裡 問到子女帳戶的時候 他幹嘛 哭了 那就哭 就混淆視聽哭 啊USB他有沒有跟你談 沒有嘛 他USB的內容也沒跟你談啊 所以今天檢調會去查 我們講這兩個保險箱 我更會保證 絕對跟USB有關 一定是我調到了大筆的金流 調到大筆的帳目 而這些帳目 甚至金流去勾擊比對說 我們合理懷疑說 可能跟這兩個保險箱有關 而且各位你不要誤會喔 今天法官絕對不敢亂開搜索票 你知道什麼嗎 我如果今天法官亂開 然後敲一敲之後呢 發現瘋馬牛不相干 那我法官會變什麼 我會被罵死 欸 我去動國營銀行的保險箱 保險箱它有一個原則 你知道什麼嗎 就不能動 就是因為他不能輕易動 而且保密隱私 所以他才叫保險箱 對 不然我開那個保險箱幹嘛 所以你說如果今天檢調 帶著陳佩琦去開了這個保險箱 如果什麼都沒查到的話 他會被陳佩琦罵死的 絕對罵死 來 那為什麼陳佩琦沒有講 路東看路東講一個東西 查扣清單 各位啊 你有沒有仔細注意到 這個數量上都不能有問題 陳佩琦跟你講說 這是開給我子女的 對不對 他說我子女到時候呢 有需要的話 因為呢 市長的我們講職位不穩定 各位 這句話一聽的時候是謊話 沒有跟我講說市長不穩定 那保密哥我跟你講 二這個關鍵數字 我爬書懂了 首先兩個保險箱 你知道給誰用的嗎 不是給他子女 一個叫陳佩琦 他開了嘛 只有他可以調動了嘛 那另外一個人知道 給誰用的嗎 柯文哲 那你知道50萬幹嘛嗎 交通費 所以我跟各位保證啦 裡面什麼浴室啊 50萬啊 那個都不是重點 檢方是不是有扣到東西 我跟你講一定扣到那個 才是跑路要帶 真正大條的 那個50萬只是小條的 因為今天檢方喔 我們講 到底有沒有查到冷錢包 我們打上一個問號喔 因為有媒體現在已經出來說 好像疑似有查到類似的東西喔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 檢方今天有調了幾個人 一個叫端木正 就是說我今天我已經確認了 我得到了全新案情關於金流的突破 我幫你端木正找啦 因為你是會計 所以很顯然柯文哲的這個金流 跟他的競選總統專戶 跟他的木可公司 這三者是息息相關的喔 他確認了這件事情喔 就保留給你知道 調柯文哲來問1500USB的時候 你知道柯文哲講什麼嗎 我非常滿意這個答案 柯文哲連想都沒有想 直接回答檢察官 直接回答我們講在提訓的時候說 沒有 我跟你講改期了啦 保留給請問一下 你對於自己兩年前的一個約定 你知道你在幹嘛嗎 我跟你講說 請問一下劉寶傑先生 你2022年11月1號 你跟神清清有沒有約 我一定不知道啊 沒有對 結果柯文哲知道喔 他秒回說我改期了啦 他沒有猶豫喔 直接說我改期了啦 我跟你講時間就改了啦 我跟你講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代表一定律師有跟他講 律師可以看新聞啊 他不能激壓境界他可以濾見啊 那律監律師會跟他講說外面現在在講說這個 我跟你講到時候你就直接喔 按照這個說法說 那檢方知不知道他會這個回答 知道 所以檢方另外去問誰你知道嗎 問沈慶清 就沈慶清說什麼你知道嗎 顯然沒有準備這一集說 我不知道我忘記了啦 不然你去調我那時候在幹嘛 因為他們兩個如果都說改期了 那保留給我跟妳講 那就可能有創供的問題了 因為大家會去 因為沈慶清家裡監視器後面都調到了嘛 所以為什麼檢方要去做這個試探 他是給他最後一次機會 因為包括你講的 整個帳目的金流勾集比對 現在都已經到案情最後的臨門銀角 該查的錢該找的帳 該對的東西都已經確認了 確認完之後只是要說 我們要把到身材實料的實體的證據 也就是你可能有一個犯罪的帳目 我只要對比到我犯罪的所得 其中一比就好了其他都不用多 一比就好了我就中 所以他們現在這個時間 你再去試探柯文哲 再去試探審清清 早就知道根本不可能會有出路嘛 這兩個人我們講 打死絕對不會招的嘛 因為這兩個人就一個邏輯很簡單 要錢沒有要命一條嘛 他們兩個就是這樣子啊 保利哥我跟你講我都了解柯文哲 你知道他現在盤算是什麼 他盤算什麼 跟陳水扁一模一樣 不是保利哥你要想一件事情 柯文哲他難道覺得自己還有機會出來嗎 沒有 清化成的案件 政治現金案件 北思科的案件 我跟你講這隨便加六大案 至少10年20年 柯文哲他賭的是什麼 他從頭到尾公會講 他就沒打算出來 也沒打算交代這個錢 所以對他來講 他一賭的一件事就是說 我在這邊撐 比如說撐到賴清德要重新選舉 撐到政黨輪替 撐到什麼時候 政治氛圍改變 因為你看喔 押第一年的時候 大家跟陳水扁一樣 大塊人心 第二年的時候 大家已經忘記這個人 第三年的時候 這樣好 他都這樣 放他出來好不好 阿扁就這樣嗎 所以柯文哲賭的 不是現在的事 而且給保衛就贏 對他賭的是保外就醫 以及四五年後 自己要跟陳水扁一樣逍遙 因為反正不管怎麼樣 我都得關到死了 對不對 那我這樣的話 我乾脆用政治盤算 來去拚一把 所以你像他仔細在外面幹嘛 他一直在摳小巢 摳小巢 把他們弄得像什麼宗教化 各位你到現在去問貶迷喔 還有人會跟你講 阿扁沒罪啦 那個王翁的 那不是啦 絕對阿扁沒討厚 陳水扁有沒有承認他貪污過 沒有 所以柯文哲我給你保證 三年 四年 五年 就算現金查到 他也不會跟你承認貪污 因為他就是要跟你拼說 等我人 如果真的放出外面之後 我至少還有金三 銀三可以用 所以還記得嗎 柯文哲現在在網路上 一直流傳一個非常爆紅的影片 叫做什麼 囚徒困境 柯文哲當老師 在檯面上 跟大家介紹囚徒困境 他講到各位 最後一句最關鍵的話 只要兩個人先勾創好 打死不認 而這兩個人最後都可以獲得最大的利益 好 徽生 另外一講的 這就是一個銀行的保險箱 保險箱的這個宣傳 我覺得很好笑 你先放開 他說我們是防備嚴密 兼顧安全 然後地點失收 剛剛講到 我還管理完善 代表我絕對不會對外透露 而且是非常嚴格 結果 竟然這麼保密的東西 居然被剪掉 帶著收手指標 帶著陳佩琪 進到裡面 這個對陳佩琪來講 真的是一個極大的衝擊 保險箱 我跟你說 今天陳佩琪 在所有的售房裡面 有講到一句話 他說現在賬戶被扣押了 代表什麼意思 他其實錢都不能動了 對 錢都不能動了 所以才需要有50萬的跑路費 他說留給小孩 我問你一句 他被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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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就是說要存給小孩嗎 他不是每個月三萬三萬三萬 他不是就給你小孩嗎 你小孩戶頭裡面 至少搞不好兩三百萬 哪需要這50萬啊 這50萬是什麼 我完全認同剛剛宇謙講的 兩個戶頭 一個是可惡文哲 一個是陳佩琪 50萬其實就是 招樓 跑路費 不可能你有三個孩子 然後你說你只有兩個 第二件事情 我覺得很詭異 我們現在大家都被他 1628萬今天解釋嘛 我就問一個 1628萬到底是什麼 他是陳佩琪的 跟賀文哲的所有資產嗎 不是吧 因為他跟監察院申報的時候 是2500萬 對 那這1628萬是什麼 他裡面 剛講的四五筆裡面 很有趣喔 所以什麼我媽媽的 這個所謂的養老 這個所謂的老人年金啦 我自己的這個所謂的費用 我自己的薪資的費用啊 我就是 我就是習慣 把錢領出來啊 王先生我跟你說 他現在講的這幾筆裡面 說 2016年有存入410萬 然後呢 這個 後來我自己一些錢 領了500多萬 我2024年 一共領了535萬 那他有去跟你交代 535萬領去哪裡嗎 沒有 花去哪裡嗎 對 那再來他又跟你說 柯文哲他那個有結餘230萬 我領了230萬 他有告訴你這230萬 他用去哪裡嗎 也沒有 所以他現在1628萬 不是說陳佩琪所有領出來的錢 你也可以把它解讀成是 1628萬是陳佩琪過去這幾年 挪來挪去 用來用去的錢 但最後一件事情是 錢用去哪裡 他也沒有說 甚至我問你 這一次7000多萬的選舉補助款 他4300萬拿去買房子 另外2千萬他有講在那裡面嗎 沒有 所以我現在問大家一個問題 到底陳佩琪夫妻有多少財產 他今天有講嗎 沒有 對啊 所以他到底講了什麼 他什麼都沒有講啊 他就講我進進出出 我都被騙了耶 對 所以這就是很厲害 其實這是非常高招的一件事情 如果 我想說你都白紙黑字了 我都想說你去查了 那個數字還列表了 還銷售到 我都相信了 如果我今天要證明 我有財產 我沒有財產來源 副明的問題 我一定會告訴你說 我現在戶頭裡面 總共就100萬 我每個月薪資多少 扣掉多少 我這過去10年來 我總共存了多少錢 然後我花了多少錢 去買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科威者又有多少錢進來 所以我現在總存款是多少錢 他今天有這樣講嗎 沒有 他真的跟你講這裡存一點 那裡存一點 提拿提拿提拿 好像在玩什麼 是晚上睡不著 一定要打打打打 睡得著嗎 莫名其妙搞不清楚 最重要一件事情 從頭到尾 不是打打打打打打打 我可能我存的比較少 我只有打打打打 有沒有打打打打打打 那現在重點 今天重點來了 從頭到尾 大家質疑的 不明財產是多少 619萬 兩個時間點 分六 就是總共存了60字 一個是2020年的3月10號 一個是 2023年的5月份 其實問你講了8年 78年然後講了連一大堆 全部都講了又衝又長 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根本沒有交代 619萬 你當時為什麼存 第二件事情 請問你們家財產 到底有多少 然後第三件事情 我就到現在 我還是要再問那一個 你都已經拿了 4300萬元的現金 去買了房子 那你現在看起來 你戶頭裡面 也大概只有幾千萬 為什麼 你7月 還有那個底氣 看2億的房子 1.2億跟2.7億的房子 那些錢現在藏在哪裡 像我們的外行人來講 看到陳佩奇感覺上 你現在把陳佩奇的名字 給丟出來 把陳佩奇說 他今天透過了60字存ATM 把這個存了619萬 而且不但存在自己的戶頭 還存在自己的小孩的戶頭 我們都以為說是對陳佩奇施壓 你說不是 這個是對柯文哲施壓 你說現在檢調到了最後一禮物 這個最後一禮物 就是有兩個關鍵禮物 一個就是柯文哲 一個就是沈青青 現在誰能夠突破 這個案子就破了 因為陳佩奇這段時間 有兩次的公開講話 一次在群選樓的小草面前講話 一次好像在北檢的門口 講過一句話 這兩次的講話內容 都談到案情本身 如果我是承辦檢察官的話 我會非常火大 因為我已經詮詢過你 對啊 正常不公開你跑去外面講話 你講的話就等於攻擊北檢 對 他就等於講反話嘛 那你在北檢的時候 所以北檢怎麼辦呢 北檢就警告他一下嘛 北檢會丟這個什麼 619萬 丟這種金額出來 然後告訴你說 你搞了60次去提款 這是幹什麼 這徹底的破壞陳佩奇的人設 你一個市長夫人 偷偷摸摸緊一夜行 幹這種小小的行為 能看嗎 他完全破壞他的人設 所以陳佩奇以後 都不敢出來講話 他只是警告你 你不要再給我發言了 你發言結果我就丟更多東西 所以就羞辱了 徹底羞辱陳佩奇 然後同時警告他 你的兒子你的女兒 可能變被告 這個時候來講 那就乖了 我跟你保證 從今天開始 陳佩奇不敢再對外發言 不敢了 誰叫他發言的 誰教他的 誰 黃珊珊嘛 他們要幹什麼嘛 他們要出 他們要在外面取得正當性嘛 柯文哲是被破壞 對 柯文哲是無辜的 那柯文哲如果是破壞 是無辜的話 那撕害者 撕爆者是誰呢 撕爆者不是變成北檢了嗎 要變成政府破壞啊 對不對 所以他等於 黃珊珊等於叫陳佩奇 公然說謊 攻擊台北地檢署嘛 那這個你是北檢 你能忍耐嗎 當然不能忍耐 對陳佩奇提出的最嚴重的警告 然後尤其提到他的小孩 是第一點 然後整個偵辦的主線 我認為還是在 這個柯文哲跟沈欣欣身上 對 我怎麼判斷你知道嗎 我今天看那個新聞 怎麼搞呢 他就傳林青龍來作證 找林青龍是不對嗎 林青龍有什麼意義呢 沒有嗎 林青龍就是那個 你談找林青龍只有一個目的 圖利 鞏固他的圖利部分嘛 對 你認為他還需要鞏固圖利嗎 不用了耶 早就不用了嘛 所以這是什麼招 這垃圾時間嘛 虛招嘛 拖時間 拖時間嘛 這叫什麼 壓人取攻 因為你柯文哲不可能招嘛 對 會招的人只有有關的 後續有突破的話 只有三個人 柯文哲沈延 axle�� 易小薇 好 所以 不過一看 你搞林青龍來 那是虛招 玩假的 那是玩假的嘛 因為他不能沒有辦案 然後他把柯P調出來問一下 把你放回去啊 他真的問什麼東西嗎 沒有 因為柯P不會講嘛 對不對 他根本 expect 他根本放棄柯P嘛 他把所有的證據都鞏固完之後 他告訴你說柯文哲是這個嘛 那什麼東西嘛 那就很簡單嘛 那就是小省的交付款項上的時間 跟地点跟金额嘛 对不对 那小省不可能讲啊 那好像怎么弄呢 他找应小威干什么 应小威有一个角色 就是1500万的角色 应小威必须要去咬小省 应小威1500万给谁 你知不知道 1500万我的理解 因为我对他们都是好朋友 我理解他们的关系 应小威是把那1500万 重新拿回去给小省 是给省晶晶本人 重新洗一遍 重新洗一遍 所以我告诉你 那这个问题来了 4700万里面说 有1500万不清楚 1500万其实是 应小威重新又拿回给省晶晶了 对 给省晶晶了 所以这个事情 陈海关当然知道嘛 因为所以才要把应小威找 应小威不可能去咬省晶晶嘛 他是他的铁哥们嘛 对不对 但如果应小威受不了 咬下去的话呢 他会给应小威自白豁免嘛 对 豁免的话可以减刑二分之一嘛 那如果咬一口咬下去的话 那小省就惨了你知道吧 为什么惨呢 小省目前跟这案子没有关系 跟贪污犯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犯什么罪 他只有公司法的罪名 可是如果他回头拿了 一小五千五百万的话 那他那些汇款到他手上了嘛 他那会被贪污共犯啊 对 那个是因为重罪啊 所以他们要突破 应小威是有目的的 有功能性的 再第二个就是省晶晶本人嘛 对 省晶晶本我今天帮他算了 他所有的证交法啦 什么洗钱啊 什么背信啊 全部加加起来的话 他的这种失踪金额 高达两亿台币 对 那个叫做中大金融犯罪啊 我在上市公司当董监事 当董事长很多年啊 这个搞下去 我告诉你十年 至少十年 最少 如果是两家以上公司的话 一定十年 因为一罪一罚 对 目前就是两亿多来源不明嘛 两亿多来源不明 扣掉我们这个省总市长 喝喝酒啊 去打打牌啊 对不对 大概有个两三亿的钱 全部前后 在这笔交易里面 是要付给科P的嘛 对 那科P的金额 我看最多就是这样 他这个站很好对 我现在可以帮他对出来 可是那个USB是什么东西 所以现在北俭有把握 手上抓了几张牌 我告诉你 这个叫做不对称作战 他现在手上压了柯文哲 压柯文哲 压了沈金晶 压了一小威 然后呢 压了USB 这个恐怖在这里啊 USB已经打开了 我们台湾的科学技术 包括这些所谓 太打做USB的盘商 每一家都是软体高手 早就是义务的 有机会拍北俭马币 我帮你打开 通通打开了 主动把他打开 当然打开了嘛 你的金钥匙在里面 知道你多少钱了嘛 包括名单都有了嘛 那名单有些人 跟这个本案无关 他不动嘛 对不对 他也不会想你扯别的啦 北俭很简单 那这个钱 他能不能扣 他可以扣哦 他如果狠一点的话 今天把他扣到台湾银行 这查扣啊 他先不能查扣起来 跟查扣证物可不可以 可以 跟他查扣证物这个钱 你就不能动了啊 你知道吧 如果他是 他如果是太打币的话 有交易所 有交易所 如果是这个比特币的话 就麻烦一点了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这个 我不是很懂 因为可是他北俭 一定有办法 把这个笔金额处理好 对 他处理好 科匹已经没辙了 科匹有可能不排除 有第二个USB啊 对 还有可能第三个USB 你不知道嘛 因为他这个东西 他不会只干一笔 我不相信科匹 从台北市长干到 这十年时间 他只搞一个金华城嘛 可是如果小省如果糟的话 他的金华城就干不下去了 他的金华广场干不下去 他不就一无所有了吗 没有人想这个东西啦 那个洗搞洗丹灯啦 跟谁来那么多 坐牢还有远见啊 坐牢没有远见 我跟你讲 昨天一个更生人晚上 我一个朋友 给我打电话 说台北看守所 那个墙壁啊 现在摸的是50度温度啊 烫的啊 他烫得不得了啊 看守所的墙壁是50度 太阳晒了 那个都闷了嘛 闷在里面温度很 烫会发烟的 热到发烟的你看看 你说是瘦不瘦 你看他出来穿着整整齐齐 对 里面是穿着内裤啊 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啊 你觉得他们能撑多久 科匹没问题 科匹本身他不会认 但是科匹本身很有自信嘛 对 他自信到跟这个 在直播组里面讲过嘛 很简单 我土力有土力啊 你把我金流查出来嘛 那省不住吗 他在跟你呛堵 你金流查我认了嘛 那现在就是已经到了 金流在 我认为金流已经在 北检手上 只是剩最后一个勾兑 这笔钱是省计金给你的 那这个两个对齐的话 那这个案子就可以 马上完成起诉 那省计金会招吗 省计金我认为 99.99% 为什么 因为他太痛 50度分 这个太痛苦了啦 我这个讲简单讲 白了好不好 就是押人取贡嘛 押人取贡 这个78岁的老头身体健康不好 在里面蹲这个时间 大部分 我这样讲好了 这个吴宗献检察官 吴宗献立委跟我讲过 以他的经验 大概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通通投降 还没有不投降的 现在才刚刚 你柯文哲过去说什么 政治人物最爱成立基金会 因为这基金会都是用来洗钱的 所以我没有 他讲过 对 然后比如说也没有协会 也没有公司 所以我也是一个干净的政治人物 结果他当了八年市长 在他最后一任的时候 成立了木可 成立了重望 成立了新故乡 智库 都是第二任 你知道吗 柯文哲现在是有三个魔戒 他是三个魔戒戴上手 其中木可就是重中之重 因为包含众望基金会 包含这个新故乡智库协会 这两个他都需要向社会局去申报 但唯一一个不用的就是木可 所以昨天惠珍姐 踢爆这个众望基金会的财报的事情 我是不晓得这个众望基金会 今天的声明稿是谁帮他扒的 反正他们扒的意思就是说 我都不知道了 这个指出的姚惠珍 自己在做梦 所以惠珍姐今天批爆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中中之中 而且他看到的东西 跟我那时候 在看他们这个 政治现金专户的时候 我就已经看到 众望基金会的这个账 而且这个账呢 他说今年放在网络上面 2024年的是预算 但2023年的已经是绝算了 所以你怎么可以说 对喔 是啊 你报的2024年的预算表 放在上面对比的就是 2023年的绝算嘛 所以你根本没有搞清楚状况 他那一年募款了1900万 对 然后支出这么的多 然后到底支出到哪里去 而且 转天没有账 是 而且我告诉你喔 他最重要的重点是说 他在2022年成立了众望基金会 对不对 隔一年 2023年就有1900万的募款 对 怎么那么厉害 卸任市长之后就有这么多的捐款进来 对 那这一些的捐款到底是不是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神斗论工刑场的金额 对 不能进去到这个其他的账户 我就进来到众望基金会 那如果是的话 那到底有没有取货会选 像这样子算不算是这个所谓的利用职务收费罪 因为他是进到柯文哲的这个基金会里面去 所以我觉得这当然是值得再去问的 因为我们再补充一下就是 11月1号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个小省1500万 1500万以后 11月2号众望就成立了 是 而且众望成立以后 你马上就有1000万的资本额 代表有人就把1000万给存进来了 而且当年那11月 11月到了12月 其实只有两个月 你在这个时候就募了1900万 是 然后所以你那个时间点就是 就是都这么巧嘛 都这么刚刚好嘛 要是黄国昌来讲 这个故事一定讲得非常精彩 我就比他还蛮不太会说 但是我也可以说 这就是让人家很迟疑嘛 可是今天基金会的说明是什么 是说明啊 那个民众党说基金会要自己说明 尤其是陈志涵说的 但我要讲一件事情 陈志涵你知不知道 基金会是柯文哲说要成立的 对 而柯文哲成立那些 那个时间点是什么 柯文哲是市长 你是市政顾问兼发言人 你现在一推256 说你完全不知道 可以被接受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刚刚会贞姐有讲啊 今年8月30号 柯文哲被搜索的时候 那个台坡大楼有没有被搜索 有被搜索 台坡大楼被搜索的时候 谁去帮忙开门 许甫 许甫去开门 请问许甫是谁 许甫是民众党的党工吧 请问他为什么有众望基金会的钥匙 你是他的审编人 你们每天晚上睡在一起吧 你不知道他有众望基金会的钥匙吗 你这样说得过去吗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用一推256的方式来回答大家 但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经不起考验 当然经不起考验啊 我再回想一下 之前木可是不是就有很多的员工 对不对 我们所知道的包含 也被被告的 木可被告的那个什么何爱婷 还有包含之前有一个去跟那个 谈合约的一个工作同仁 他们两个的薪水都报在哪里 进总 都报在进总啊 所以基金会的钱 是不是有很多也都报在进总 然后基金会的很多的支出 是不是流向也都是木可 我觉得这才是最需要被追踪 而且我觉得民众党绝对不可以说 那是基金会的事情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说不过 而且柯文哲也讲过 我们就是好过一个单位 同样都是一批人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柯文哲讲的嘛 好 维安 你现在如果再去看到柯文哲当时讲的话 不是非常讽刺吗 他在接受电视明日堂的时候才讲说 他最引以为傲的是 我不设基金会 如果我设了 就会有人来捐钱 接下来公正职责会很难 不过当时柯文哲就透露说 自己很想做 但是他说 那就像魔戒一样 戴上去就拿不掉 这个太逢刺了吧 柯文哲现在又遇到了所有问题 第一个都是在第二任 第二个就是他曾经说过 他不要做的坚持 就全部都做了 你现在讲的这是去上一些 什么台湾名言堂 或是怎么样 法杰哥我举一个例子 最多人看的是什么 是一日幕僚系列 那个点月破千万的 他跟台资源讲那是什么时候 就是小牛黄晋英跟那个大雄那个时候 2018年选连任的时候 他拍那个影片 他跟台资源讲什么 因为那个算是综艺节目所以看的人多 他说我没有政党 没有财团 没有基金会 也没有开公司 家里也不是很有钱 他现在问题 他都有了 对就看起来 他为什么现在目前遇到这么多麻烦 我不知道啦 因为中华民国无罪推定嘛 很麻烦 因为后面还有四个案子 光是金华城就很麻烦 就是因为他现在有政党 然后呢 他跟财团至少去唱歌 然后呢 他有基金会 而且还有两个 然后也开了木可公司 然后现在家里面 也比较有钱了 所以他就是 跟他过去所讲的事情 他都不上了 第二个 他刚进入政坛的时候 当时他击败连胜文的时候 大家觉得 第一个是民进党帮他 第二个他是素人从政 第三个那时候 他帮阿扁 前总统 他说我是墨律 然后呢他又支持怎么样等等 台大的医师 然后对照说 直接就没有选过议员跟立委 就要选市长的联盛文 可是他那时候 确实很多人很喜欢他 飞观蓝绿 就说这个人讲话 很实在 他说呢 我关闭竞选的账户 现在目前我们都在谈 进华城 观众朋友 我们真的这样下去 要谈半年了 可能还不止 因为政治献金案 李文仲已经转被告 而且是两百分交保了 你的政治献金案 里面的内容 把这个我就这样讲嘛 他选2014 跟选2018的时候 他是要告诉所有的台北市民 我不但提前关闭账户 我还要告诉你 所有的每一笔钱 捐过来多少钱 然后我花多少钱 是在投票前 就已经上网公告 那这一次总统大选 有没有上网公告 没有 这次没有耶 这次总统大选 没有上网公告耶 只有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他以前讲说 魔戒 钱就是魔戒 戴上去就拿不下来 那他明明就知道 那我两个礼拜前 遇到吕副总统 他还讲了一个非常 让我也觉得 他说当时就是他历见 应该有这些医医师 陈昭斯 柯文哲 去看一下 钱总统 因为他是他的副总统嘛 阿比要看着啦 幸福啊 所以医疗小组 是他争取的 然后他说 既然他都看过 陈瑞宏前总统 从八年从头到后来 遇到这个问题 他亲眼所见 他怎么完全没有避开 走上同一条路 那那个时候 还没有被羁押哦 的时候 吕削仁就这样讲了 所以事故看起来就是 柯文哲他原本有警觉的 不要带上魔戒 不要开公司 不要有财团 不要有基金会 这件事情 他自己明明都知道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后来到了第二任 当市长的时候 或他身边换了一批人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了 所以他现在才会惹上 这么多的麻烦 你该osto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